一只女人的手如何让它裁员广静 一只招财的猫为何让它伤心欲绝 花甲之年它为何会多出来一个孪生兄弟 古兮之年它如何迎来人生的第二春 大家好 敬请收看《生财有道》老人奏人 《生财有道》之福从这里起步 大家好我是张璐欣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讲述的是邹仁替老爷子 用硅胶制作仿真人的故事 故事讲到了邹仁替老爷子 他制作了一个硅胶仿真机器人 就是我身后的这位邹仁替二号 这个机器人到底有多么逼真 这么跟您说吧 老爷子的女儿都觉得是真假难辨 那么这个硅胶仿真机器人当中究竟有何玄机呢 老人又是如何利用这个硅胶仿真机器人 重新夺回市场订单的呢 邹仁替做一个自己 有着自己的考虑 你们不是都说我做仿真人像做得很像吗 那我就找个参照物 做一个和自己一样的机器人 然后我自己坐在机器人的旁边 让你们以为这就是一对双胞胎 虽然技术含量上不见得比美国的日本的机器人技术水平高 但这是艺术家做的机器人 我可以比你们科学家做的更像生活中的人 这在创意上更能引起人们的关注 更能产生轰动的效果 做我的自己的像就是为了营销 就是来对比 2006年9月 经美国时代周刊报道后 邹仁替的仿真机器人 邹仁替二号被美国时代周刊 评为2006年世界最佳发明奖 我们也是唯一从中国入围的最佳发明奖 而且很多像机器 尤其是机器人类的最佳发明奖都是日本的 所以我们觉得很为国家争光 结果看到我这个机器人以后大为吃惊 没想到中国人会做这么一个机器人 2007年6月 邹仁替和他的仿真机器人 邹仁替二号被邀请参加美国电子科技成果展 邹仁替仿真机器人的展台 吸引了大量的观众 两个邹仁替不时面对面说话 好奇的观众难以分辨真假 故事发出阵阵惊叹之声 有的是惊讶 眼睛真的跟牛眼一样的 童林一样的 有的嘴巴张开大了 张这么大合不起来了 还有一些就是敲大拇指 我当时作为我和我父亲 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 当时真的为了觉得 为了中国人感觉很自豪 欢迎说完 empowerment 圣鱼 和他的相似的 小同性的两者 让你决定了 知名的 与那一段 会需要找到他的 请我问他 对他有一点问题 或者是他 因为这次开始 妄想着我 我是 大家都很友善 洛杉矶的食物是美味可口 在芝加哥展览的时候 两个职业班的工作人员 首页的人员报警 说那里有一个老先生坐在那里 一动不动是不是有问题 都不敢靠近 后来种子班的人跑过来看 告诉我这是一个来自中国的 一个机器人的展品 晚上没有蒙起来 如果说这只手是周人体老人 在创业初期扣开市场大门 那一块敲门砖 那么接下来他制作的 仿真机器人周人体二号 则是他重新抢回市场的一把金钥匙 有了这把钥匙 可以说是超级写实主义雕塑 是越来越受到大家的认可和欢迎 而老爷子也是有更多的激情和热情 投入到仿真作品当中了 我们从美国回来之后 我们的订单的话 就是就明显的增加了 人工的机器也高涨了 情绪高涨了 获奖了 知名度高了 订单也多了 周人体对硅胶仿真人的品质 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为品质才是他应对竞争的 最终的杀手锏 这一组人想咱们要表现的是咱们陕西的民族是吧 对 这就是关中发达怪 我给你说说几怪吧 你说啥 锅盔 像锅盔 你拿着看看 锅盔 哎 哎 呦 真的 正反面都好像 面条像腰带 你端下来 来 给大家看看 对 固在面 哎 辣子是一道菜 碗这么大 桌子那么小 碗大桌小 扳不开 好 对 平光眼镜 额头戴 然后有凳子不坐 蹲起来 那像我怎么坐 还不行了 那边的话还有一怪呢 等会我们再看那一怪 哎 哦 这 那个里面就是这样 这一怪叫做琴枪不唱 吼起来 吼琴枪 哎 对 就我们一说就不是唱好没戏 就是琴枪是吼琴枪 哎 他就下手了 奉收了以后 农民高兴了 坐在这麦场上 打麦场的路上 就自拉自唱 就自拉自唱的起来 对 特别陶醉的表情 特别陶醉 就是你看他这个嘴巴 找他眼睛闭上 对吧 小时候都快看见了 哈哈 太可爱了这只猫啊 你看这富贵的大肚皮 手拿金元宝 一眼看上去就知道 这是一只招财猫 人家不仅眼睛会眨 而且还会说话 可是这只招财猫啊 到最后却并没有为邹老爷子真正招来财富 却成了一只货财猫 说到这您可能会问了哈 这周仁替一向是以做仿真人擅长 可是为什么最后却做起了这种仿真猫呢 周仁替在美国参加展览 让自己名声大振 半年后的一天 他接到了一个电话 一个旅游公司的老板 请求周仁替帮他们制作一个招财猫 他说我这里哈 你们那个机器人我看到了 这个消息都知道了 说你能不能给我做一个机器猫 听到这个消息 周仁替激动不已 我把这机器人都做了 这机器猫还做不了嘛 对吧 我说这个可以变成商品了嘛 健康健康 表辰你 关于这个机器猫 旅游公司老板准备出价五十万人民币 这可是仿真机器人周仁替二号推出后 立竿见影收到的最大一个品单 周仁替赶紧安排员工加班加点制作 真实合同还没有来 钱也没打 我这傻乎乎的就开始给他做起来了 七八个人连续加班加点工作 经过一百多道工序 花费四个月的时间 机器猫终于做出来了 他不仅可以打喷嚏 还能说话 各种动作唯妙唯笑 王爷子 这有猫的毛真的很像真的 这是真的动物毛吗 它是狗毛 狗毛好柔软呢 因为说这个招财毛的话 就是黄金白银 所以我们特意去选那个狗的毛 来把那个狗毛剪下来以后 一小撮一小撮粘上去的 不是像我们之前看到的 是拿针把那头发一根根去进去的 因为这个下面是玻璃缸的 不是那个硅胶的 扎不进去的 那它这个我看它特别逼真 你看它就是一个猫的这种鼓斑纹 都特别清晰 对啊 这是我们策划好了 因为是黄金白银嘛 那个黄金的话 它是要有纹路的 都设计的是非常漂亮 很对称 你看了嘛 然后连这耳朵里面的猫 有这个也要特别长 你看看 这个是下个功夫了 黄金白银招财劲宝 都人替本想中国这个机器猫赚点钱 振奋一下员工的士气 没想到机器猫做好之后 给对方打电话 对方的反应让周人体大感不妙 啊 我们说你过来来 来来结算吧 好多你们把钱打过来 最后就没有下文了 然后 他这部下的一个人啊 始终给我敷衍 没说不要了 也没说要 也没说来 就这样子 一直就这样敷衍下去 周人体继续打电话 可是不久之后 对方居然连电话都不接了 这个员工 就是管理 管理权干我 都埋怨我 董事长你怎么 这样子 人家钱都没拿 你就给人家做完了 我说我事情已经做了 我也知道我错了 难道这人可以这样 我对着那么真心 而且我的付出 居然最后就是 就连最后是下文都没有了 面对打击 周人体开始反思 自己是不是适合搞经营 企业在一天天壮大 如果自己哪一天商有不慎 公司很有可能会垮下去 但是自责归自责 反思归反思 企业还是要经营下去 这次事件也给周人体提了一个醒 以后在签合同的时候 就是不见预付款 就不动手 招财猫变成了破财猫 周人体也完成了一个 由纯粹的艺术创作者 到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转变 虽然已经年过七十 但是他依然干劲十足 全身心地投入到艺术的创作 和企业经营之中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可是为您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主持人 来一同主持 生财有道 这个人就是李勇 勇哥 来 勇哥 跟我们的电视观众打个招呼吧 一如既往的很淡定 来 经典的坏笑 这小本库差不多 趴个眉眼 来 别光摆pose 咱们还是说两句 跟大家打个招呼 我是李勇 再来一个非常经典的 非常六加一 其实你看他这么听话 因为他不是真正的李勇 不是李勇本人 而是搜人替老爷子 他制作研发的一个仿真机器人李勇二号 这尊李勇二号全身共19个自由度 面部8个 表情组合多达200多种 从2010年9月至2011年1月 历时4个月 研发经费及造价 花费了大概100万元 才制成这个真假难辨的李勇 就除了他的面部表情以外 他在这个身体上的制作 有什么讲究或者创作 那我们首先一个动作就是 他的招牌动作 非常六加一 对吧 大家都知道 哈哈哈哈 他就来了 李勇 你给我们导演 来抛个眉眼看一看 你看 他在用那个网络的语言 我都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是反正是很逗趣 他到这里头全是电缆线 他这个脑袋里头装了很多的电机 还有很多的机械结构 他嘴巴能张 眼睛呢是这样子能转 眼睛能上下人 上下人翻眼 左右能翻眼 眨眼眨眼皮 这李勇二号是迄今为止 做人体老爷子打造的工序 作为复杂的一个仿真机器人 李勇二号不仅从外表上看来呢 和真人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最重要的是人家肚子里的零部件 也不比真人的人体器官少到哪去 这李勇二号一共是历时了四个多月 花费了一百多万元 可以说花了很多钱 费了很多事 可是这周老爷子却说 他做这李勇二号不是为了卖钱 那您说 这周老爷子他到底图个什么呢 2010年9月的一天 周仁替接到了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是春晚剧组打来的 要做一个机器人 没说做谁 要说上春晚做一个机器人 接完电话 周仁替赶紧赶赴北京 和在春晚剧组的交流中 他得知要根据春晚主持人的原型 做一个仿真的机器人 开始提出了就是朱军 和李勇两个人 后来又有人提出了老毕 提到三个人的形象 反复地讨论以后 我们后来最后表示 我们自己商量了一下 最后表示 说李勇比较更好一些 我们人物的造型就要有特征 要有特点 如果说很平常的一个 非常标志的 就没有很大的特点 就不容易让人记住 利用眼长 长头发皮肩 然后呢 他的非常六加一 这个影响又大 他们很快就同意了 这个没有这么多大争议 时间紧迫 周人替赶紧和员工们 投入到机器人李勇的创作之中 去了以后 就给李勇拍照 采集了很多的数据 数据很详细的 我们两类数据的话 都有十几项数据 像头围 长 围 宽 耳朵大小 脖子粗细 肩膀宽 胸围 腹围 同为 两腿 身高 什么 包括手 要翻膜 手都要翻膜 这 翻膜具 这个 全都都凉了 周人替深知 机器人李勇二号 是营销自己企业的一次绝好机会 它的意义 远远大于周人替二号 因为春晚的平台 可以让自己的机器人 家喻户晓 当时一想 不管多大代价 我就做了 研制和创作机器人李勇二号的成本和费用 都有做人替企业自掏腰包 历时四个月 人工材料成本花费了上百万 机器人李勇二号终于做了出来 迅速被送到了春晚剧组 男人工材料成本 男人工材料成本 该你了 手 手 起 大家好 董青一退门 我在里边嘛 董青一退门 哈 这么像啊 这么像 就这么像 天呐 天呐 他能说话吗 能啊 你 把他眨眼睛 眼睛都没有 真的 你 你 你 周涛也看到 第一次看到 那时候我们 那时候 李勇还没有完全化妆好 都说哎呀 太像了 哎呦 真像了 太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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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没说话 现在才七十 是吗 简直太像了 真是太像了 都交了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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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样 完事以后 把他弄你家的 你休息了 天呐 天呐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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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过是 哎 他变成力做到 目前 之前 他已经很棒了 他已经长得变了 我来仔细看看 没关系 我可以请现场的观众 来帮我 来分辨一下 那认为 这位是真李勇的 你给鼓鼓掌 哦 认为 这位是真李勇的 你给鼓鼓掌 怎么假的鼓掌 原来都比我这多的 这样子 在春晚的彩排现场 李勇二号 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走人踢老人心想 在春晚的舞台上 这李勇二号 一定会大获 特获一把 可是他万万都没有想到啊 在距离春晚直播 还有四天的时候 他接到了一个电话 春晚节目组通知他 因为节目内容的调整 李勇二号上不了春晚了 这个时候 周人踢老爷子的心情 是一下子跌到了谷底 突然来个电话 说节目拿下来了 节目拿下来了 这就不得了了这事情 我什么叫节目拿下来了 突如其来的电话 让周人踢马上就蒙了 难道辛苦了四个月 李勇二号就这样白做了吗 但是春晚导演的一句话 让周人替沉闷的内心 有了很大的安慰 我想你保证 是元宵晚会一定能上 他想我保证 他认为这位是李勇的 你给鼓鼓掌 半个月后的2011年 中央电视台元宵晚会上 李勇二号终于登上了舞台 你能看看我吗 哎呀 真的是唯妙唯孝啊 当时不这场 赵本山 董钦 还有谁啊 些人都在场 他们 都鼓掌 竟然敢跟我媳妇亲亲密密的 还手拉着手 李勇二号登台元宵晚会 这让周人替的仿真人营销 再一次获得剧场成功 不仅订单大量增多 连电影百万巨鳄的剧组 也找到周人替 让他们制造仿真的鳄鱼 周人替的仿真人 一不小心又进入了影世界 就连世界著名导演詹姆斯卡梅隆 都找到了周人替 表达出合作意向 也许在不久之后 周人替的仿真机器人 就会出现在3D电影的屏幕上 那您看2013年这一年的话 您一共销售了多少尊 鬼交房的人家 大概将近400尊 400尊 平均这一天得一尊多一点 是 那销量不错 那这个总收入怎么样呢 总收入的话 我们总产值的话 大概是2000千万吧 那这个销售的价格区间呢 少的不到10万 多的的话将近百万 在西安一家大型商场的二楼 周人替打造了一个仿真人体验馆 里面摆放着几十尊仿真人 这是他面对博物馆市场 逐渐饱和而想出的另一个经营思路 开业前几天 门票20元 收入十分可观 刚开始 人挤得不得了 一天都卖几千张票出去了 那么小的地方 大家都争相排队啊 都想目睹一下这个高仿真 这个雕像这个魅力 可是三天之后 经营状况就没况下 那里的观众都是附近的居民 他们看了一遍以后 他不会很快去看第二遍 所以他再来看这个 大多数人来讲 一半半年或者一年以后 如今门票降到十元 每天的游客只有二三十人 相对于每月五万多元的房租 门票收入少得可怜 为了摆脱经营上的困境 周人替请来了有着多年管理经验的职业经理人 这是我们在定位它的准确性上有点问题 其实这个形式还是不错的 大家对这种产品认可度也是非常高的 只是说这是一个商业的一个景点 其实我们更多的应该放到旅游景点 每天大量的人都是一次性消费 我现在有技术有艺术我缺少资本 如果有资本的投入我们合作起来以后 这个理想就会能实现 我是充满信心 除了走旅游路线的经营思路之外 周人替还要在未来的家政机器人方面有所建树 面对老龄化社会 他要针对空巢老人以自己的子女为原型 制作出高仿真的机器人来为老人服务 就是将来这个家政机器人的话 可以比如说开门 给老人倒水 叫他吃药 这些事情都可以做到 因为我们觉得未来 家政机器人也好 或者服务型机器人也好 我们要结合起来 我们现在只做到的是表演的机器人 如果这个家政机器人的批量生产 能达到就智能化程度 达到我们家政一般的家政服务机器人的标准的时候 如果这一个家政机器人 能够达到一个中档小轿车的价位的话 我相信那是有市场的 精湛的手艺和个性化的营销方式 我想这些就是一个60岁退休之后才创业的老人 他的生才知道吧 虽然周人替老爷子今年已经76岁了 但是他总是笑称自己是一个70后70少年 他也总说自己将来的创业之路还有很长很长 我们也真心希望周人替老爷子可以在日后带给大家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感谢观看